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确定访台预计2号晚上 从马来西亚起飞 并在10点半降落松山机场 行车专机航线势必经过 中国南海和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 重叠部分 如果采取最快方案 将直接经过南海由美军护航 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后 再由国军接手扮飞 另一条可能航线则是借到菲律宾 从台湾东部进入 他有这么多的坚韧个性 我们猜啦 他应该不会去绕到台湾东部 因为你绕到东部的话 其实第一个 就代表说美国方面示弱 佩洛西专机经过南海 加上中国军事动作频频 台海情势一触即发 但专家认为是否擦枪走火 关键在战机飞行员 因为其实飞行员 他们他的主动性比较强 如何克制在天空的飞行员 这是双方 双方必须要做的一个决断跟克制 专家也提醒 虽然发生冲突几率不高 仍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派遣军机来扮飞 说真的其实这个不太可能发生 无论如何 不管是美军 还是我国的空军 他们都有做相关的介护的准备 这是一定要的 佩洛西确定访台 专机航线 不只牵动东南亚各国军事布局 也让美中台军方绷紧神经 华视新闻张志 李宏杰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